当这时间1月29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2019年新春酒会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明在酒会上向全港市民拜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明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 以及解放军驻港部队政委蔡永忠等出席酒会并担任主理嘉宾 王志明致辞指出,2018年是改革开放再出发 党和国家事业战胜各种风浪考验,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一年 也是香港社会形势发生明显积极变化 风更轻,气更正,人心更齐的一年 他以三个好形容香港过去的一年 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慰望 特别是香港发展一直牵动着我的心 和中南海自通香港同胞的深厚情怀 引领香港形势持续稳中向好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 坚定维护一国两制和宪法、基本法 勇于丹丹,积极作为,依法施政和管制成效好 香港社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 浓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态势 王志明说,2019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70周年华旦 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 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 特别是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 香港始终与国家同发展共繁荣 他相信在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团结带领下 香港社会各界一定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 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事件 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 香港同胞一定会继续在坚守一国资本 善用良知之力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与祖国人民一道 共同书写 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 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 的新时代宏为篇章 酒会上主理嘉宾一起举杯 共和新春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特区政府高级官员 特区立法会议员 以及香港各界约4000人出席酒会 至少女士 分析 适合